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共同勉励的题目是《真真真》第三篇。 我们会来谈真葡萄树。 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自己是真葡萄树。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掌握生命的泉源。 请翻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和第二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捡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这样的经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真葡萄树。 那借着这个经节,今天早上我想谈的有三点。 第一就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 第二就是,天父是栽培的人。 第三就是,我们是枝子。 这三点针对我们属灵的追求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点,主耶稣是真葡萄树。 从旧约翰,神用真葡萄树, 来形容选人的选民。 从旧约以来,神就用葡萄树来形容神的选民。 当然,神创造了很多草获, 当然,神创造了很多种果子。 但没有什么果子可以跟葡萄相比。 因为当葡萄树产生了葡萄之后, 它带给人类很大的快乐。 因为葡萄可以做成葡萄酒, 也可以变成葡萄干。 可以用来做面包或果酱。 我们也知道,葡萄对我们健康非常有益。 但虽然,神创造了很多种葡萄树。 但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个代表唯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生命的源头, 还有资论,还有福气的源头。 是的,当我们吃了葡萄,或者是葡萄做的果酱等等的, 我们可以得着力量。 但是这只是为了我们的身体而已。 但主耶稣是真正我们生命和我们资论养分的源头。 请翻开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 约翰福音第1章第4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 这里在讲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 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 而是我们的灵命。 我们属灵的生命由神而来, 因为我们是由他创造的。 所以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完整的灵命。 请翻开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 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里主耶稣解释自己为什么需要到人世间。 祂来到这世上, 可以叫我们得着生命。 你也许也觉得说, 我们已经有生命了, 为什么还需要主耶稣? 但是我们虽然有生命, 但是不完全。 我们每天忙碌碌碌, 有些时候觉得空虚枯燥, 尤其是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 很多人面对不同的挑战, 有些有经济上的挑战, 有些失去了工作, 有些有心理上的挑战, 因为他们整天在家, 非常的不快乐。 有些人虽然健康, 但是整天害怕。 他们人生充满了烦恼。 但这里主耶稣说, 我来了, 叫你得着生命, 并且得着丰盛。 不是只是有关我们的肉体生命, 但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生命。 当你两种生命都有, 你的生命才能完全。 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假葡萄。 我记得有一次去拜访信徒。 在他的桌上, 我坐下来就看到 有一大盘的水果。 那一盘水果里面, 葡萄尤其漂亮。 那我觉得这位姐妹会洗一洗, 然后把一些葡萄给我吃, 但是她完全没有这样的动作。 后来我去碰一碰这些葡萄, 才发现, 虽然长得好干, 但是其实是假的。 没有办法吃。 就像看到现在的图片一样, 有三张图片, 每一张葡萄都又大又漂亮。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都是假葡萄。 只是用来装饰而已。 你可以去网上, 你去Ebay, 你可以去网上, 就可以订一串一串的假葡萄。 但有些时候, 我们看这些假葡萄, 跟真的看起来一模一样, 甚至更好看。 但是虽然外表好看, 但是你没有办法吃。 在这个世界上, 人追求很多的事情, 就如同假葡萄一样, 就像名利, 还有钱财, 享乐, 还有自己的各种野心。 当你努力奋力地去追求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非常的兴奋。 但当你得到了, 抓了它, 放进嘴里面一咬, 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有多点的钱, 我们就可以快乐。 如果我不需要担心钱, 那我就再也没有任何烦恼。 那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那非常有钱的富豪就再也没有烦恼了。 因为他们有世上最好的事情。 但我做了一些调查, 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亿万富翁都自杀。 他们自杀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是埃博斯坦。 他在美国和纽约是非常有名的经济。 他在美国和纽约是非常有名的经济。 他自己积了很多的钱财。 他认识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 譬如说皇族或其他的名人。 但他打击了这么多的钱财, 他自己却败坏了。 他后来被发现有一些非法的性交易。 他以为用这样的享乐就是可以得着真葡萄让自己可以满足。 但后来当他的罪行被揭发之后, 他就被下入了监狱。 在那里,他就自杀了。 所以当然,他非常不快乐。 另外一个晋级自杀的亿万富翁, 是俄国的亿万富翁,叫做伯索夫。 他也是同样的积了非常多的钱财。 但后来他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面对了非常大的压力。 后来在他自己的公寓里面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你觉得这个清单就这样结束了吗? 还没有。 大概十几年前,有一个德国的亿万富翁,叫做默克。 他非常有钱,也非常有名。 但在2009年的经济风暴时, 他的公司开始周转不过来。 我们看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面对的问题很不同。 是公司经济周转不过来,并不是个人。 所以虽然他们觉得自己像是破产了一样, 但是其实比我们很多人还有钱。 但是他想不开。 有一天,在一个寒冬, 他就走到家附近的铁轨上。 他觉得毫无希望。 所以当火车来的时候, 他就躺在铁轨上, 让火车压过去。 如果名和利和成就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 或是享乐,或是一切世间美好的事物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快乐, 那什么可以让我们快乐呢?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这世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长期的欲望,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被造的。 是的,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但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被造的。 我们的灵魂是为了回归神而被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连结。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 我们都必须要找到什么是真葡萄树。 不要去找假的。 不要去收集一堆假葡萄, 看它们漂漂亮亮的自己很开心。 这些都没有办法满足你。 只有主耶稣可以,因为祂就是神。 祂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叫你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只是为什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没有办法在世界的标准上作为最有钱或是最成功的。 但你看到大部分的基督徒, 他们都充满了喜乐, 因为他们已经得着真葡萄树。 第二点, 我们的天父就是栽培的人,也就是园丁。 葡萄树的特征是蛮特别的, 它要成长是必须要有园丁来栽培它。 而且,一个葡萄树不是只是需要一点的栽培和修剪, 而是需要非常多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而我父是栽培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代表葡萄园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 这个葡萄园是属于神的。 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在过去的春天或是夏天, 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自己园子里种了一些植物。 因为疫情的缘故, 很多人都不能出门, 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在自己家的园子里种一些植物。 我们知道当我们种下一颗种子, 我们的心会跟着它成长。 我们会在想说, 它是够不够水呢? 够不够养分呢? 有没有虫子在吃我的植物? 那我是不是要放一根竿子或是柱子在旁边, 让它可以长得直? 当风是太强, 它会毁了我的植物吗? 所以当你种一个植物的时候, 你的心会一直在想它。 你可以想象吗?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神所种的植物。 我们是祂的工作。 每一天神都在栽培我们。 祂希望我们可以成长, 祂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茁壮。 祂希望我们可以活过风风雨雨。 每一天神都在看顾我们。 而且祂会帮助我们成长。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想法。 我的心就是葡萄园。 是属于神的。 祂一直不断地在看顾照料我们。 那一个葡萄园如果要可以成长的话, 你必须要种对的种子。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种子而开始。 所以当我们说天父就是园丁, 那他一定就是先种了这个种子。 我们的天父想要在我们的心种一些东西。 他要将真葡萄树让他在我们的心里成长。 祂要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中心。 但我们需要对的种子。 我们的天父已经把真的种子给我们了。 请翻开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 全然是真种子。 你怎么像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 这里说神已经栽我们成为上等的葡萄树, 是最好的种子。 如果我们选择做对的事, 我们也会成长成最上等的葡萄树。 但过去我们看到这些人, 他们把真种子去除掉而换为假种子。 这就是为什么长出来的树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让神将真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只有真种子才能长出真的生命。 真种子是什么? 请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生活坡长存的道。 这里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种子, 如果你把它放在外面太久, 它有时候会长霉或者是就坏掉了。 但是真正的种子是永远不会坏掉的。 是什么呢? 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 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就是在听神的道。 现在神就在将真的种子种在你心里。 每一天你打开圣经读一经节, 你读一章经节的时候, 神就将真种子放在你心里。 每一天,每一刻,你想到神的话, 你就是在接受从神而来的真种子。 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 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有上等的真种子, 还是有假种子? 有一位信徒去年受洗, 他告诉我,他在灵性上如何的成长。 过去,在他来真耶稣教会之前, 他每天都是在读这个世界上的书籍啊, 或者是一些新闻。 在他上班的时候呢,他会搭天车, 大概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就会看这个世界的新闻啊, 或者是书籍, 他因为在天车上这样子可以花时间看这些书籍。 但后来他信了主, 在他成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之后, 他决定,我必须要将神的道放在我心里。 所以在他坐天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就用他的手机来听这个圣经, 就是这个语音的圣经, 他每天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 他不想要把这四十五分钟花在这个世界的事上。 他想要把他早上的时间献给神。 因为在一天的早晨, 你的脑筋是最清醒的。 那也因为他这么做, 他感觉神的话真的在他心里生根, 帮助他的灵命成长。 当你拥有真种子, 这样这个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个世界, 藉由各种的媒体, 试着要给我们假种子。 如果你只听从世界而来的信息的话, 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假种子。 你必须要分辨真种子和假种子的不同。 下一章告诉我们, 真种子和假种子有什么不同。 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 跟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不一样。 譬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我已经是个好人了, 我不需要任何的信仰。 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神是良善的, 我们全是罪人。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颗好的心。 但是这个圣经却告诉我们, 我们内心充满了邪恶。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凡事以自己为优先。 什么都是我,我,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将神摆在优先。 再来是其他人。 把自己摆在最后。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但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神,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追求钱, 要爱钱。 但圣经告诉我们, 要爱神。 这个世界告诉你, 你很幸运。 这个圣经却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幸运, 我们是蒙福。 这个世界教我们, 我们可以对别人好, 一直到他得罪我们为止。 但圣经告诉我们, 就算别人得罪我们, 我们也必须原谅。 这世界告诉我们, 生命短暂, 做让自己开心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 做让神喜悦的事。 这个清单可以一直下去。 好多的不同。 你有没有办法分辨 真和假的不一样呢? 现在有好多的青年, 也有其他的信徒, 在受洗几年之后呢, 就迷失了。 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 尤其年轻人, 很多都流失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之前每个礼拜 都参加宗教教育的课程。 但他们长大之后, 却离开了教会。 我看到了一个图, 一个图片非常的有趣。 在左边这个图, 它说, 如果这个世界在教会外 已经掌握了你的孩子, 这里要小心, 这里说, 在教会外面, 这也就代表说, 在你家, 或是在其他地方。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孩子, 今天他们每天 从这个世界到底 接受了多少的信息。 藉由电视节目, 或者是电玩, 或者是书刊, 他们的学校或朋友 都是在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的想法。 所有的甲种子 都已经种在他们的心里。 那他们七天都在家里。 还有去上学。 不知不觉中, 这个世界就已经掌握了 他们的心。 如果作为一个父母, 你没有办法和他们谈心, 你没有办法引导他们 进入真理, 你没有办法影响他们, 他们就已经被世界掌握住了。 那, 一个礼拜一天, 他们来到教会, 其实现在我们一个礼拜 根本也没有一天 能来教会。 我们来看看右边的图。 这个世界在教会里面 也掌握了你的孩子。 因为他们心里 已经有了甲种子。 他们觉得这个圣经 与我的生命无关。 觉得圣经不是真实的。 根本没有神。 而且圣经充满了错误。 当假种子成长之后, 真种子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 你一个礼拜来几次教会 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心里里面 所拥有的是什么。 你让什么 进入你的心。 这个是我们要有警觉性的。 第三点, 主耶稣说, 我们是只子。 是的, 所有弟兄姐妹 都是只子。 请翻回约翰福音第15章 15章第5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heal Lord Jesus Christ tells us the relationship of us between us and Lord Jesus Christ is like the branches and the true vine. 这里主耶稣说, 我们和他的关系 就像是枝子和葡萄树。 It's inseparable. 是无法分开的。 It's one body. 是一个身体。 and if you leave the vine, the tree, the trunk, you can do nothing. 如果你离开了这个葡萄树, 你就不能做什么。 What does it tell us?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It encourages us and warn us to abide in the Lord. 这鼓励我们 也是要警告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藏在主里面。 Now, let's look at the structure of a vine. 我们来看 一个葡萄树的结构。 It has a lot of different parts. 它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But sometimes we just only think of the grapes, right? We only know the grapes, but actually, the other parts all contribute to have a very strong and healthy 有些时候 我们就只注意到 这个果子 也就是这些葡萄 但是其实每一个部分 都是有贡献 让葡萄可以成长的茁壮 当然根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再来有主干 那个主干 就是支持这整个架构 那还有不同的枝子 通常都是往上涨 主耶稣说 他就是这个身体主要的部分 也就是主干 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信徒 都必须要与他连结 下一个图片更清楚 主耶稣基督是支持我们的树干 我们只是其中一个枝子 不论我们是大的枝子 还是小的 我们都只是一个枝子 不要忘记 我们不是主要的树干 是的 我们非常宝贵 但是我们不是唯一 我们不是那个没有办法被丢弃的 只有主耶稣是唯一不可被丢弃的 今天教会没有你 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你圣功还是会持续下去 你只是这个树的一部分 如果你结果的 你跟从主耶稣 主耶稣也会似福气给你 但如果你离开了这个树干 你就什么都不是 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其实没有任何人是不可缺少你的 包括传道人也是一样 今天我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 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做我的功 只要神与那个公主 这个教会就必会成长 我不是说一个人 一定要永远地在这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枝子 但作为一个枝子 我们要非常小心 要注意 我们必须要和主干连结 这就是为什么 第七节说 你们若在我里面 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唯一需要所做的 就是要持续在神里面 不要说我没事 我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不要说我已经有得到了一些福气 我就自己已经满足了 这不会带给你救恩 你可以得救恩 因为你持续在主里面 这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刻 如果在人生的某一点 你决定要离开神 你决定要离开这棵树 那那一刻之后 你就什么都不能做 你会变成一根枯干的枝子 那我们要如何持续在神里面呢 第七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耶稣说 在神里面 就是等于要持续在真理里面 因为他说 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 弟兄姐妹 主耶稣的话 有没有藏在你们心里面呢 这些话是留在圣经 这个书本上面 还是已经进入你们的心里面了呢 你们有没有把所听到的道 行出来 有些人常常说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道我已经听了很久了 但你有没有行出来呢 如果你行不出来 那你就算知道了也没有用 比如说十戒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有没有遵行它 我们有没有遵照主的话 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 主耶稣说 我们要保守在祂的爱里 因为在主里 就等于是必须要在主的爱里 请翻开 犹大书第21章 犹大书21节 犹大书21节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在主里面 代表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如果你离开神的爱 麻烦就来了 神的爱在哪呢 神的爱在他的身体里 也就是他的教会 就像这些枝子连在树干上一样 所有的养分生命都从树干流到这些枝子上 一个信徒也必须与教会连结 必须要来聚会 和弟兄姐妹有团契 那神的爱就会继续留在他里面 但有些时候发生了一些事 有些人觉得自己被误解 自己受伤了 就决定我不要再来教会 我要休息一阵子 但是如果你停止来聚会 你基本上就是停止 直接接受神的爱 如果你将自己与神的爱隔绝 事情不会更好 只会更糟 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 从现在到我死的那一刻 没有任何事 可以让我离开主的身体 没有任何事 让我可以离开真教会 因为教会是主的身体 请翻开以福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外有者所充满的 这就是我们如何留在他里面 因为当我们与主的身体连结 就等于我们在他里面 那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第六和第七节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第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成为一个枯枝 如果你被砍掉丢在外面 你就会枯干 有些时候其实不是我们被人砍断 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砍断 是的 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把这个枝子砍了 在这个疫情期间 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过去如果你不来教会 别人就会发现 那几个礼拜如果你都没有来 你的朋友就会开始打电话给你 或者是传道会打电话给你 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来教会 也没有人可以知道说你在家有没有线上聚会 有些人就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觉得说自己就自由了 然后渐渐地 但主耶稣说 如果你若不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枯干了 所以不要把自己这个枝子剪断 一定要在线上聚会 要参加线上的团契 现在有很多线上的聚会 还有茶经 有一些是我们将会有的 团契 所以我们要多参加 那请看回第十五章第二节 第十五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第三节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这里有说 园丁有两种的修剪 第一种就是剪了 就丢掉 因为那枝子不结果子 第二种就是 他会修理干净 让他结更多果子 所以有两种修剪 我们先来讲 好的修剪 也就是说 主耶稣会修剪我们的枝子 主耶稣用葡萄树 来作为一个比喻 如果你在自己的后院 有种过葡萄树的话 你如果不去栽培它 你就让它自己成长 你会发现它长不出多少果子 它会各个方向的乱长 会有很多的叶子 很多的枝子 但是很小的果子 所以专业的这些果农 他们就会去修剪 这些葡萄树 他们每年至少要修剪葡萄树两次 夏天也就是葡萄树 在成长很快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修剪它 在冬天所有东西都枯干 好像这个树在冬眠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修剪这些树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果农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片 这图片显示 在葡萄树的前三年 一个果农要做多少的修剪 到第三年才能长成很多的果子 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灵性如果要成长 主耶稣也必须要栽培我们 那最好的栽培方式 不是只是一直给我们养分而已 那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修剪那些枝子 然后剪去那些没有结果的枝子 不是说要破坏这棵树 而是要帮助它成长 让它所有的养分和所有的能量 都可以传到那些多结果子的枝子 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的旧人过去的自己 过去的个性其实还是非常强烈 我们知道自己要多结果子 但是却结不出来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太专注在自己的上面 我们的生命是太舒适了 所以我们结不出很多的果子 所以主耶稣为了要帮助我们成长 有些时候 祂的心必须要硬起来 要剪去一些枝子 让这棵树可以成长得更茁壮 当园丁把一些枝子剪去 其实这个树是很痛的 但最后却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神让一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生命 让你受苦了 让你经历了很多的痛 让你失败 一直到你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其实有些时候 这是因为神非常地爱你 神说你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会把它们收回去 你会哭 你会有一阵子觉得非常地伤痛 但是之后你将会更坚强 你会专注在结更多的果子 这就是让我们成长的动力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修剪的方式 那还有第二种修剪就不是这么好了 第二种就是直接把枝子剪掉 然后丢掉 那就像这里说的 如果这个枝子不结果子 就要全部被剪掉 这是第二节 就是第二节说的 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那剪去了要做什么呢 剪去了就做柴烧 因为没有结果子的枝子 被剪去之后 没有其他的用途 只能被火烧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这是给基督徒的警告 而不是给外邦人或是未信主的人的警告 这特别是针对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警告 因为我们知道真葡萄树就是主耶稣 也就是他的真教会 那属于他的枝子也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们 有些信徒觉得说 我已经在真教会了 我也已经受洗了 我有圣灵 我每个礼拜都有来教会一次 我很OK了 我是还在这个葡萄树上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砍掉 但是不要这么自己洋洋得意 如果你结不出果子 你还是会被丢弃 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话 不是所有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可以得救 有些最终会被丢弃 谁会被丢弃呢 那些不结果子的信徒 他们自己搞不好觉得很骄傲 觉得自己结了很多的果子 其实没有 请翻开马太福音第13章 马太福音第13章 47-50 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 巨拢各样的水族 48-48 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收在 弃明里 将不好地丢弃了 49-49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50-50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不要哀哭怯 那这里主耶稣讲的 跟他在约翰福音第15章 讲的一样 天国就好像撒网在海里一样 我们知道天国其实也就是这个教会 这教会会具有各样的人过来 那相信的人会来 想要寻求救恩 那当网满了 这也就代表当救恩的门关起来的时候 现在网还没有满 如果你想要相信 你想要来 你想要受洗 你还有机会 但有一天 你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你想要受洗 那对不起 可能因为逼迫 教会已经关了 没有人可以替你受洗 或者是世界末日已经来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天使会来 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谁是恶人呢 恶人不是说那些畏信主的 或是其他教会的人 而是在这个网子里的人 也就是自己的信徒 神会把好的信徒 跟恶的信徒分别出来 没有结果子的 会被砍下来丢弃了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警戒自己 真葡萄树 你是不是与它连结呢 你是不是有结果子 请唱诗 407首 带来4 trabal 2